上集說到 敵清他們走了二十多天 終於來到西夏的第一座關 七星關 這個時候 西夏國經過前邊 和大宋打的幾場仗 實力已經削弱了很多 本來自己的第一座關城 這一座關應該很重要 博家的第一座門戶 但是這座守關的主將 是以前紫衙差的部隊裡 走回來的一個副長叫做景花沙 這個景花沙的武藝不算很高強 而且之前和紫衙差出征的時候 他也很清楚敵清的利害 所以他一聽到說 是敵清帶領人馬 前來攻打西夏 哎呀 他馬上驚起來 一想起當日 紫衙差多麼耀武揚威 但最終一樣被敵清搞定 這個敵清的本事是認真厲害的 自己哪是他手腳先的 不如趁早獻出關城投降 不僅可以令到自己城內百姓不會遭殃 而且還可以保存聖命 於是敵清一來到 他就吩咐打開關城 攻迎送軍入關 敵清來到關城下邊的時候 咦 看見到關門大開 他開始的時候還覺得有點奇怪 這個翻帳搞什麼鬼呢 難道想和我玩空城計 咦 但是 看到這個警花沙親自帶領部下出來迎接自己 還沒有帶兵器 仔細一問 哦 原來他已經準備投降 於是 就即時派人看守他 然後 五虎大軍一起入關 好了 查點關內外 沒有什麼符筆警棍 不是打算裝他們彈弓 這樣才升開碎杖 吩咐將警花沙帶上來 問他 究竟為什麼 未曾打仗獻關投降 那樣 警花沙就把自己 之前跟隨紫牙差 在前線怎麼知道敵清英雄了得 也想著自己這邊兵媚將寡 但是狼主還未知悔改 又為了保存百姓和自己的性命 及早投降 敵清反覆盤問了幾次 真是沒有什麼破綻 這樣才信了他幾分 然後就問他 警將軍 你們西夏現在還有多少座關城 又有什麼能征貫賤之象 警花沙就說 啟稟元帥 除了這座七星關之外 還有烏鴉關 白鶴關 黃花關 碧霞關 四座關城 然後再過幾百里路 就是和平城 和平城就算是我們的都城 至於那幾座關城 守關的主將雖然有些本事 但是貶及得上元帥和一班虎將英雄 我聽說你們國家 有一面珍珠烈火旗是國寶來的 是嗎 沒錯沒錯 的確又有一件這樣的寶貝 好 敬春君 本帥奉子前征西 你如果能夠做一臂之力 成功之日 我自然會就請天子 對你進行封賞 是 元帥請吩咐 末將倦後犬馬之勞 於是 敵元帥就全令 仰馬三日 再行前進 又跟著寫了戰書 由景花沙 就送入藩幫 叫他們西夏各國國主 快點顯出珍珠旗 然後向大宋承認過失 跟著派人去領受懲罰 和向大宋朝陪禮 這樣一切就萬事皆憂 如果還不答應 到時候就悔之以慢 這封文書一送到過去 烏鴉關的主將 雅松是聽到品告很火滾 哎呀 過鬧夜啊 這個敵請奉了大宋天子之命 原來蒸佛我們 這樣也不怪他 可恨景花山這個烏龜 他食品之綠 居然不替我們西夏各分憂 反而自動獻關頭紅 這個狗賊真是令人氣憤啊 無論如何 我就算戰死沙場 都要和這幫宋長的見過癡 於是雅松是一邊派人 向西夏國主報信 一邊點齊人馬 殺到來關城之下 在七星關點名要景花山出來應戰 極清聽到就對景花山說 烏鴉關的主將雅松善點名要你出戰 你認為自己出馬 還是本稅另外派人前去接戰呢 這個景花山這時已經立定心水 投降宋朝 逃了一場富貴 所以有機會表現一下自己的本事 又怎會放過才行 對於西夏國其他將官的武藝 他大體上更了解一些 那個雅松善雖然脾氣暴躁 但是本領和自己差得不太遠 於是他就說 小將如果不出去會一下他 他肯定以為我怕了他 那一於 就由小將去立一場功勞 向元帥表明心跡呢 敵元帥聽到點點頭說 好啊 既然你有這樣的意思 我們一於就派你出戰 景花山 你和這個雅松善曾經同殿為神 你對人家的底細肯定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本稅也不為難理 如果你打不過他的 這樣就好言相勸 勸他投降我們 不需要硬硬頂交鋒的 景花山答應一聲 就立刻帶領本部人馬三千人 披掛上陣 來得賺錢 聽到那邊雅松善正派些兵丁 對城頭這邊大聲的渴罵 罵的都是景花山怎樣賣主求榮的事 景花山壓著氣 拍馬上前就說 雅將軍 下官已經來了 不知道你有什麼指教呢 雅松善大聲喝 你這個匹夫 你是我們西夏國的大臣 食軍之路的中軍之憂 為何現在打都未打一仗 就是獻關頭紅 做了這麼收家的事 我今天 代表西夏英雄 要將你處決 兵是你弄壞我們的名字 景花山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雅松善 我勸你也是睜大眼看清楚形勢 現在的西夏郎主 一點主見都沒有 幾次參番被人疏擺 網上說派兵的侵奪宋失江山 貪戀中原的花花世界 結果落到什麼下場呢 賺天王的禁英雄 都被人們即時斬落馬下 我們就算幾多將官 恐怕都是打不贏南朝五虎了 今天人家大兵來到 我都找不到 我們西夏郎有哪個人可以抵擋 為了老百姓 還不如早早地獻關頭銅為上 我想下官這個 正是保警安民的最佳上產 我勸你也不如學我這樣做好了 雅松善聽到發火了 放你這個臭狗皮 南紫漢大丈夫 你居然做了你這樣的事 你醜不醜的你 雅將軍 你也不用怪我了 自古適時務者為俊傑 如果我不獻關頭銅 恐怕早就伸手易處了 唉呀呀呀 你貪生怕死 更加不是好看 我今天就要 拿你救命 说完之后 雅重线举起大刀 向着景花沙的直斩过来 景花沙也举刀相迎 景花沙连挡三刀 并没有还手 挡到第三刀 他才说 雅重线 我已经让足你三招了 我告诉你 我这样做又不是怕你 而是念在曾经大家同殿为神 所以才让你的几刀 你已经投降了大宋朝 从什么同殿为神 我才不和这个叛徒 说什么旧日之仪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又是一刀向景花沙斩过来 两人交手之后 打了二十几个回笔 景花沙开始有点顶不信 拨转马头大败而徒 雅重线追他不上 照勒亭分马说 哼 禁云船你走得快 被你留多日命 明天再来领死了 回到岁城 景花沙真的满面羞惭 之前自己想着对雅重线 摆斗这么摆斗 谁知原来 在马上比拼真功夫的时候 自己真的差别人一皮膚 反而敌清安慰他说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将军都不用心烦了 听日本税 令行派人 去促出雅重线回来 于是 透了帝人 雅重线又来挑战 敌清派自己的兄弟 张忠出马 张忠带领五千人马营敌 武行大都 来到关前 对着雅重线直斩过去 那雅重线 如何也没想过 这一身在无辜之中的张忠 他见面连说话都不说 说打就打 两个人大节了三十多个回合 丫松线硬不住 枇烦开把刀 丫手一刀 正硬毯子 张忠哭哭大笑 怎样的本事 也是由膽去IK慰 指挥一众人马 掩杀过去 不单是抢了乌鸦关 而且还将白鸽关首帐 苏二代连日杀败 哎呀 苏二代 见到敌清的来世空空 不敢再打了 即使高官演战派 然后就写文书 向西夏国的狼主求救 西夏国的藩王接到稳告 即时问那些文武大臣 中兴家 敌清这个南蛮 带领五虎将杀上门 我们怎么算好呢 这句话一问出来 西夏中将人人都面面相聚 不知道怎么算 尤其那些武将 平时的伊牙松降 廿文廿武 但是一想起赞天王指牙差的下场 这阵时还有谁敢出声 过了一阵 首尚乌登行前就说 契品郎主 我帮有名的上将 都已经纷纷摆在敌清手下 都不知道现在有谁 还被赞天王指牙差勢力 以臣如见 我想现在 都唯有派驸马出阵 或者才可以成功 又或者再保险些 去洪礼城 调半天将 升升罗海 前来抵敌 这样 说不定 可以杀退敌清 他们呀 那番黄听到都没办法了 只好传令 辅马上殿 过了阵天保将军 黑利已经来到殿前 郎主 不知道孙朝乙臣有什么吩咐呢 唉 王儿呀 现在大宋朝派的五苦将来 已经攻占了我们的七星关 和胡亚关两座关城 白鹤关的首将 盼死兼手 都被他们打到高挂面前牌 现在形势非常危急 可惜 国内已经没有什么梁将 可以和朕分忧 我现在想猜王 而大兵前往对敌 如果打退南马云 那我们才可以保存自己国土 克利一听 马上就说 二臣领子 阳主 不是疑神夸口 后出狂言 他五苦将有什么厉害 一个个都不是放在疑神心上 你此出马 我要杀得他们片甲不会 这样军神才可以共享太平 西夏国主听克利这么说 哎呀 他心感才能定 即时传指 叫克利带领十万人马 立刻向着白鹤关进发 照功成之日 就加官进着 整班民神武将 看着克利耀武扬威出阵 然后西夏国主 这样才回宫 大家就议论纷纷 有些人说 宋朝这帮五苦将非同小可 紫牙差赞天王 这些能精惯战之将 都被人杀到7086 这个克利虽然说有点本事 但是你猜他比紫牙差又怎样呢 又有个人就说 哎 紫牙差赞天王 那是我帮右名上将都尚且写敌清之手 这个驸马究竟顶不顶得顶 又有个人说 我想靠他都未必碰的 除非真是星星罗海来到了 又有些人说 哎呀 无论怎样都好 只要能打退大宋人马 就是我国之福了 哎呀 最坏都是狼主的了 之前听什么人疏拜 也不想想我们自己的本事 今天派了大队人马去 结果算兵折仗 各富空虚 现在还搞到 照着大宋朝的报复 你说 这些不是不需要拿来碎呀 这个时候 我们再讲下那个驸马赫利 回到自己的府邸之中 就对飞龙公主说 公主 大宋朝敌清 兵而来 占了七星乌鸦两座关城 百合关的首将 根本都没办法顶得他们信 现在已经被人杀到 高挂面前派 派人来求救 狼主正是无计可思 公主一听 当堂面色一白 驸马 是不是驸王 要你带兵前往 驸马 你答应了没有 公主 我和你成亲已经这么久 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吗 我家有事 我这个做臣子的 应该奋力向前 怎么能贪生怕死 不会为主奋勇呢 驸马 我知道你一片忠心 当作我们父王推敌 但是 五虎将威名显黑 恐怕你打他不赢 临敌对阵 小心为上 公主你不用挂心 下官这次去 一定可以马到功成 黑利第二日 在教场那里 点齐了十万人马 又得西夏藩王 亲自占行 耀武扬威 带领这十万精兵 就来到白鹤关 敌清在关前 听了稳告 说藩王派了黑利前来作战 现在 黑利已经点齐人马 出关前 来和宋军讨战 敌元帅就想起 当日 自己离开善善国的时候 自己的妻子 湘阳公主曾经和自己说过 说在西夏国里面 其他人你都不用这么担心 唯独那个天保公主的丈夫 黑利 这个天保将军 应该说的本事非常厉害 所以要自己小心他 嗯 难道说的就是这个人 于是 敌元帅派刘庆 带领二千人马 出战型敌 他想着 刘庆有直云棒 就算打不赢 都要嫁云逃走 总之 有理无理 试探他虚实先 于是 刘庆来到两军阵前 一仙大渴 九番路 我是飞山虎刘庆 奉元帅之命 突离抓你 快点把首级送过来 吓你一听 是个竹仔来车 都不是敌清 很傲闻的嘛 你不是我的对手来的 快点叫敌清出来受死 刘庆听完就发火了 举了斧头 当头就斩 赫利就举了长枪架 架开 然后一枪就刺过去 两人就打上来 刘庆的本善 虽然都算高强 但哪都是赫利对手 打了三十个回合都未到 就已经顶别人不信 大败而走 赫利见到 哈哈大笑 我还以为你吴虎仗有多厉害 原来 都是只有看字的 的了文 哈哈 有本事的 就快点出来 和你赫利爷爷打过 如果不是 就趁早夹肯尾 按回大宋朝廷了 各位 这个赫利枪枪成这样 究竟敌清他们 有没有办法把他打退呢 逐之后事如何 下集再讲